还原观传的四德第二个 随于妙用 妙用就是妙用对他不齐心不动力 不分别不执着妙了 随于人当中不设亲近心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亲近平等觉 随于不妨碍亲近平等觉 没有失去亲近平等觉 这是佛菩萨映化在世界 亲近没有丝毫忍住 平等没有高下 这没有迷惑 这叫妙啊 妙用指的是这个 这是晦性暗词 暗在这个境界里头 这个境界我们把它称为 自然 自然现象 自然现象 它能够生精神现象 精神现象就有执着了 那七心动念 有分别了 有执着了 圈起来了 虽然非常非常威胁 它已经变直了 变直 外面间界也变了 一阵法界 是暴土 它就变成 是法界 如果 分别执着很严重 那就变成六道 极其严重呢 就变成三道 都不是真的 自己病 自己去受 所以叫自作自受 佛菩萨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让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 觉悟之后一定要放下 不放下呢 那又迷了 所以看破之后 立刻放下 放下帮助你 更进一步的看破 这个样子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提升到究竟圆满 那就是妙旧国位了 回归自信 回归长季光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 慧险于安慈 慈是这个境界里头 绝不是烦恼 大事里面 心心俗都没有办法 这是大定 无声发人是大定 那么这叫忍 这个是旧法上的书 冷却 不错 放下 太好 所以 我 感谢观看